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君豪乖巧董事 打针吃药都非常配合 可是最近几天 他一直闷闷不乐 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 也不肯吃东西 只嚷着要见妈妈 孩子病重 为何不见妈妈的身影 他的妈妈又在哪里 君豪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眼神空洞 脸上的皮肤不像同龄孩子般 鲜嫩光滑 倒是有些干枯憔悴 他到底怎么了 这个是今年9月1号检查的 就是检查以后就复发了 这是什么 意见是急性白血病复发骨髓效 这是一个复发的迹象 对 做完移植 每个月都要查一次 然后这次查来复发了 就肚子这个白的颜色跟他就是不正常的白是吧 2011年 4岁的君豪被诊断患有白血病 2014年 他进行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然而在今年9月份 君豪的肺部发生严重感染 每天都是依靠化疗来维持生命 孩子病情为重 为何丝毫不见母亲踪影啊 你是很想妈妈 不开心是吧 说了 是不是 是不是很想妈妈呀 你是不是很想的妈呀 怎么了 提到妈的伤心呢 你就是想见妈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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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豪不爱说话 任何问题都是简单的回复 唯独提及妈妈 这个内向的小男孩突然就哭出了声 君豪日思夜想的妈妈 究竟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他跟他妈妈的合影 这个看样子应该只有一两岁吧 这个孩子 你还认识吗 这是你妈妈是吧 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不记得了呀 他妈妈现在在哪呢到底 在湖南 他都走了五年了 爸爸呢 爸爸在监狱呢 那他从小三四岁就等于是 爸妈都不在身边了 嗯 妈妈秦芳与爸爸杨辉 是在深圳打工时认识的 两人没领结婚证 就生下了君豪 在君豪三岁那年的一个夏天 妈妈秦芳突然离家 远走湖南 此后再未回来过 他走后的第二年 爸爸杨辉也入狱服刑 一时间君豪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以前做一支一支就在找 然后没有找 但是就是这一次我 这一次严重了 然后我这次回来他跟我说 小姑咱们去找我妈去吧 找到他肯定不要我 就我见他那边就行 母子分离六年 君豪唯一的心愿就是见妈妈一面 如今他白血病护发 这个愿望愈发强烈 那么君豪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了 为何他看上去如此虚弱 因为你是移植事后复发 移植事后复发的 在化疗的话 缓解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一般如果复发的话 这个生还的机会可能会降低很多 降低很多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存活很长一段时间 但有些人可能很快病情进展 恶化的非常快 这医院有出现过 就是有些些孩儿走得非常快的吗 肯定有 医生介绍说 如果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之后 白血病再复发 一般而言治愈的可能性极小 更何况 君豪的肺部感染严重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如今君豪命选一线 朝不保夕 姑姑杨颖决定 立即前往湖南巡人 可是秦芳究竟在哪里 当年他为何要狠心离开 现在他又过得怎么样 生死尽数 君豪还来得及见妈妈 最后一遍了 对于秦芳的下落 杨颖只知道 他老家是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 但并不知晓他现居的位置 杨颖只好求助于当地的派出所 线索渺茫 他还能如愿找到秦芳吗 你认识那个人吗 认识 应该我看一下照片 有照片吗 是的 我看一下 在上皮膝 在上皮膝 好吧 就是他 是他这个人是吧 确定 确定 没找错吧 他现在一直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 这个是他的娘家吧 这个是他的娘家 就是五宝田村 是他的娘家 他这个时候不签的话 以后我这个地方也没办法找到 藏到 藏到 凭着对秦芳模样的记忆 杨颖很快就确认了他的身份 系统里 也依然登记着秦芳娘家的地址 六年过去 已经29岁的他 究竟是住在娘家 还是早早嫁做人妇了呢 他抱亲眼里干 是哪个的哪个的哪个的打开 他妈的 你嘛 四处打听之下 派出所的民警 竟然查询到了秦芳已经嫁人 而且此刻 他与丈夫都在家里 杨颖喜出望外 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他立刻赶往秦芳的家 千里苦寻 他真的能顺利见到军豪的妈妈吗 陈舅的木房子里没有秦芳的踪影 我们只见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他就是秦芳的丈夫张云超 面对杨颖的到来 张云超没有很意外 只是平静地表示 妻子秦芳在外打工 此刻并不在家里 这是真的吗 你看孩子现在都在挂养青了 你说咱们都是做父母的 就是小孩一个那个 唯一的心愿 你说咱 不就想实验叫孩子走的 没有那个牵挂吗 是不是 看孩子就想见他妈一面 你说咱们都有孩子 你说孩子来到这个市场 也不容易 是不是 什么呀 他的意思是说 反正他成那样子 就是说 借一下也没什么意义 而且就是一下子 这事情又来说一下 一下子又来说一下 就觉得很心烦 君豪生命垂危 心心念念的全是妈妈 杨颖只希望秦芳能去看一眼孩子 了缺孩子的夙愿 没有别的任何要求 可一旁的张云超却觉得 杨颖三番五次 就是故意来打扰自己的家庭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云超为何会有三番五次一说呢 上次还到我们政府去讲了 司法部门就是讲了协调了 上次有调解过是吧 有找政府部门调解过 当时你们调解的东西 调解就是说 小孩该怎么安置 是个意思不 当时是说小孩没地方放 然后先放他们这 是吧 对吧 咱们说下吧 后来问题是就是这个事情 他们政府调解了也说好了 但是后来就是没有下文了 你们没有下文是为什么呢 你没有把小孩带过给他们养吗 是孩子病又复发了 然后我们又接着住院呢 别人说好了 是给你们带来对吧 当时说的是给你们带来 所以你没养 我没出抚养费是不是 然后呢 没回家几天呢 孩子病又犯了 原来三年前 杨颖看着孤苦伶仃的君豪十分可怜 便带她来这里寻找过一次妈妈 经过当地政府的调解 秦芳和丈夫也都同意抚养君豪 只是君豪还未来得及搬过去住 她就病情复发入院治疗 双方又失去了联系 对于君豪的这些遭遇 张云超毫不知情 故认为杨颖是出尔反尔 故意骚扰 误会已澄清 那么秦芳到底在哪里呢 让我们跟她见面 她到底是怎么个小话 我们就沟通一下 我跟她沟通一下 她真不愿意 我也没办法 毕竟那是她儿子 不是我儿子 我 我下在家 她去不方便吗 怎么 现在去不方便 她现在去不方便是吧 怎么不方便 我最后一个小孩 最后一个小孩 又生一个 她后面又生了二胎了 秦芳和张云超 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 西下有一子一女 最小的女儿才三个月 而竹竿上婴儿的衣服 小小的鞋子 都让杨颖觉得 孩子和秦芳肯定都在这个房子里 她试着喊了两声秦芳的名字 却没有任何回应 人能两地 母子亲情怎可两断 秦芳真的是在外打工 还是避而不见呢 你必须要承认的是 这个孩子 您妻子她确实没有尽了责任 对不对 而且现在她们这边 小孩的这种忽度 跟她们那些婆婆们 都没有去怪您这个妻子 她们也没有要打乱你们的生活 你说小孩的病要是好了 也不会有今天这么一出 也不会她亲天要跑过来 对不对 你说这些小孩这个样子 你说不到万不得已 她怎么可能从安徽赶过来 这个山里面来找我们 她小区我也不怕她 你是尊重她的意见是吧 在杨颖的再三劝说下 张云超的态度有所缓和 她改口称妻子没有在外务工 而是去了娘家 如果寻方同意去看孩子 她也不会阻挠 正当事情出现转机之际 张云超的父亲回到了家里 面对杨颖的再次寻找 老人非常反感 觉得自家的生活受到了打扰 尽管记者反复劝说 她还是认为 儿媳秦邦没有义务去看望军豪 这让杨颖感到有些气愤 我来找这个地方得 就是不要来找他们 我为个法令人来找不要去 不是违法不违法 现在你要是说讲爸爸 就是说我现在依孩子的名誉 到派出所 他妈肯定还有在 对不对 但是咱没有必要去弄那个 咱只是孩子能见他妈一面就行了 不要去见面 现在不是说你说不用见面 现在就不用见面了 放开了 我去见面 我去见面 他妈你给我抓去去 没的 你说他不去见面女女 你不能把她抓去 从法律上来说 秦方对孩子 有着不可推卸的抚养义务 六年来 无论军豪如何病重 杨家人都未曾向秦方 索要抚养费用 如今 只让他去见孩子最后一面 于情于理都不算过分 可现在夫家人强烈反对 秦方自己也没有露面 瑟瑟寒风中 杨颖 不禁红了眼眶 你们生的孩子 调给我了 我来秦家荡产 给你们孩子治疗 你们公公还骂我 凭什么呢 我这受的气 我给大老钱 我自己孩子都不能照顾 然后外面又冒这件账 我现在有家都回不了 我现在我的 我面林泉我都回不了 我只能在河南居住 然后她跟我还骂我 你说我气不气 我这是为了什么呢 不是为了她自己的孩子吗 其实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要啥时候不管 杨颖是一个离异的单亲妈妈 身边有个两岁的儿子要抚养 为了给君豪治病 她将儿子交给旁人看管 转卖了自己的足疗店 甚至借债20万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 她重感情讲义气 可是她不明白 她作为一个小姑 都愿意尽力付出 为何孩子的亲生妈妈 却能撒手不管 难道秦芳真的不愿意去见 自己孩子的最后一面吗 此刻她到底在哪里呢 2010年妈妈秦芳离家出走时 君豪才三岁多 她已经不记得妈妈的模样 秦芳走后第二年 君豪被诊断患有白血病 更糟糕的是 爸爸杨辉也入狱服刑 至今没有回来 昔日的三口之家瞬间破裂 年幼的君豪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只能在每个亲戚家里轮流住 动荡不安的生活 让她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她终日沉默寡言 鲜少谈天说笑 2014年年底 在杨颖等几个亲戚的帮助之下 君豪做了干细胞移植手术 原以为她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可是没想到 却在今年病情复发 命悬一线 饱受病痛折磨的君豪 如今特别想念妈妈 可是妈妈秦芳已经改嫁他人 组建了新个家庭 现任丈夫也始终不肯说出妻子的下落 那么君豪还能够见到自己最爱的妈妈吗 秦芳到底去了哪里 她不辞而别的背后究竟是刻意为之 还是另有苦衷 六年过去了她会回到君豪的身边吗 问了什么事情到底是 这个我不太清楚 后来我问我哥 我还没说啥 就吵几句走了 走的时候从家里面走掉的 当小孩去干嘛 在家玩 在家玩 她时间都不说话 不说话 本来是新的看到的是吧 嗯 好好玩的 后来妈妈的人 我妈带着回老家了 慢慢就好下来了 回老家没多久 有半年吧 就查出来了 又又把这边了 嗯 提及哥哥杨辉和秦芳的婚姻 杨颖有满腹疑惑 两人虽没领证 但也共同生活了三年 秦芳为人和善 可是却在2010年的某一天突然离开 从此再无音讯 君豪的人生 也从那一天开始走向灰暗 半年后 她患上白血病 再过半年 父亲杨辉入狱 这一次我带她上北京 看了人家外国人 她回那天早上跟人家不一样 我说那不是外国人的 她说这都是外国人 那电视里面也有她人 她的人生她的童年 基本上都在医院了 反正就是亲眼她待一段时间 她待一段时间 就是有点像吃百家饭的感觉 三年前 君豪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 留下君豪孤零一人 在杨颖的努力之下 君豪虽然与妈妈有一次短暂的重逢 但此后 他俨然是一个孤儿一般 吃百家饭 睡百家床 没有上过学 也不知道这世界上 竟然真的有外国人 她的童年 几乎都是在医院度过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回去肯定问我 找着没有 我要是找不着肯定很熟 我都怕她回去 再不吃不喝了 在那可能坚持多少 你应该比她还要怕吗 我现在出来 我现在都在担心 我的天都在想 如果万一这次带我回去 孩子的情况 然后那个情绪再低落 然后这个 她这个病 比来都严重的很 然后都不知道什么 都不敢想 此刻的杨颖心情沉重 君豪在医院望眼欲穿 如果她没能把孩子的妈妈带回去 君豪肯定会极其失望 可是 秦芳到底在哪里 她知道君豪的遭遇吗 当年 她又是为何要弃家人而去 六年之后 她还能再去看一眼 病榻上的儿子吗 杨颖不甘心 决定去秦芳娘家寻找 张云超曾表示 自己的妻子来了娘家 可此时秦家大门紧锁空无一人 难道秦芳并没有回来吗 她到底去了哪呢 在村民的帮助下 杨颖找到了 正在干活的秦芳的父亲 在电话时 第一机会就是电灯 我不是想 我姑妹姑娘 她在港湖 那里比较大 我还会飞来 我第一次打着脚 就是电灯 我哪里有功夫的道理 是吧 南方打死你们 南方打死你们 你问一个事情 这个南方以前 是不是经常打过你女儿啊 我的 我的女的窗户 我脚都打断过的 脚都打断过呀 脚都打断过呀 那不是啊 在那里有什么事 都发射打 所以你女儿是没有办法 实在受不了了 后面才走了 对对对 就是这个原因啊 对 在老人眼里 君豪的爸爸杨辉 是一个性格暴力的人 动辄就对秦芳 拳脚相向 两人在一起三年 秦芳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 他实在受不了 才悄悄逃走 可当杨颖刚一提及孩子的病情时 老人的情绪忽然激动起来 后面我 我女子一套的儿子 他不信一套的 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我的 不是你的他 哦是属于南方的 他是南方的 他不得嘎起出来的 我打嘎起出来 你九十年 给个人打断了 就是这样的 大叔 我们呢 咱们家孩子 现在都带了白雪碑 我不是走前往上睡的 不是 白雪碑搞过几次 不是 不是 他不是我一定要钱 他不是我一定要打 我跟你不是要钱 他不是我一定要打 我给你不是要钱 他不是要钱 他不是要钱 这人就是全是骗谁 如果不是见回你更大 秦芳的父亲 似乎不相信孩子生了病 也非常排斥 谈及这件事情 看着他突然离去的背影 杨颖有些手足无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姑娘人好 姑娘人挺好的 他就是说他姑姑那个脾气不好 我把他头要打他 我经常打他 就在你的邻居眼中 就是他那个前夫经常打他 他有没有给你们提过 说他也想这个小孩什么的 他也没有提过 秦芳的娘家经济困难 邻居们猜测 娘家人之所以极力回避 有可能是担心杨颖 是来索要孩子的抚养费 实际上在村民眼中 秦芳是个善良贤惠的好姑娘 村民们也听说过 她经常被前夫殴打 最后迫不得已才离家出走的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所以当时的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应该是当时 要不然就是我哥 对他做过分的 要不然倒退他们家人 就这么反感 你哥哥的个性 确实是可能脾气 可能火爆一点 是吧 我哥脾气还爆 就是一喝完酒 那脾气更爆 杨颖坦言 她不知道当年哥哥杨辉 究竟有没有殴打亲方 但是杨辉的脾气 确实火爆 事到如今 让杨颖赶了揪心的是 孩子竟成了这场悲剧 最大的受害者 他俩不管是谁对谁错吧 反正那都是过去的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 我感觉他这样做 我感觉对不起孩子 毕竟他们大人 这是大人造的年 给孩子无关 我觉得还有希望吗 我看有男的 看他们方方的态度 君豪年仅九岁 却被病痛折磨了六年 亲生父母还稍稍缺席 那些孤独的漫长岁月 他究竟是如何 一寸一寸地熬过 现在姑姑杨颖百般寻找 四处碰壁 他的心情也跌落孤底 更让他绝望的是 千里之外的医院突然传来消息 君豪病情告急 他小姑走了以后呢 然后呢 就突然的 大概在五点的时候 就突然的 就是一个 喊战烧到了一个三十九 然后就是呼吸 呼吸困难 就杨宝肚就掉到了八十多 然后后来就上青年监护 然后就是上去杨宝肚 监护给他 然后就好冷 他一直说好冷好冷 好冷 对好冷 然后呢他小姑也不在旁边 就没有人看着 当时睡在这头 常常灵在那头 我特地把他给按那边 我说你稍微有点多 是不是你就按您叫我们 然后他自己 但他自己 有时候就夜里面 一坐就坐 夜里面 就不睡觉 就在杨颖离开医院 去寻找秦芳的当晚 君豪突然高烧不退 呼吸艰难 经过医院的紧急抢救 才脱离危险 生死边缘 没有任何人守护 君豪独自与死神搏斗 可是如今秦芳迟迟不见踪影 生命垂危的君豪 还能见到自己的妈妈吗 六年来姑姑杨颖 几乎成了君豪的妈妈 为了照顾君豪 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而当杨颖跨越千里 苦心寻找君豪的亲生妈妈时 不管是秦芳的现任夫家 还是娘家 都对杨颖的寻找十分反感 不同意秦芳去医院看望孩子 父亲入狱 母亲改嫁 君豪已经孤苦无一的过了六年 如今她白血病复发 随时都有性命之忧 母亲秦芳却迟迟没有露面 那么六年前 秦芳究竟遭遇了什么 她为何要不告而别 六年之后她没有出现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她会去见自己的儿子一面吗 私母亲切的君豪 还能否等来一场久别重逢 那两天没钱了 然后现在钱太多了 然后我们没钱了 然后就想把这个 把这个 这不是能放歌 能放歌 这是买录音机干嘛 是让你奉献 是让你奉献 行啊 讨的钱吧 讨的钱 讨的钱 是让你奉猪 就是放在洞边上的呀 对啊 这也是你做的吗 嗯 那当时想要讨钱吧 然后这些问题 你谁去讨吗 我呀 你去讨啊 嗯 你这样子在洞边上这样子做 有没有觉得一点点难为情啊 有啊 都不好意思 然后但是 快不好意思想到 没钱了 孩子等一下住了他院了 也没办法就这样 那呢 君豪的治疗费用一近百万 为了抽钱 姑姑杨颖使出了浑身解数 甚至放下身段 去上街洗讨 那些海报和录音机 他都置办齐全 可他为何愿意对侄子 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因为我跟他妈 他妈是外地的 然后我呢 在我家最小 然后成年跟他妈玩的好 以前有什么事啊 没钱什么都是我给他们花 所以我们管的他花钱 他妈一走以后呢 这孩子现在 爸也进去了 你说这不管也不行 这不是 我要真不管他 你说这孩子 找了我们的那个 今年三十二岁的杨颖 只比秦芳大了三岁 两人年纪相仿 情同姐妹 再加上杨颖 素来有生意头脑 瘦头充裕 她经常补贴哥哥杨辉一家 所以 当君豪顾灵一人时 照顾的责任 也自然而然地 落在了她的身上 她明白 她若再不管 这孩子的生死 就真的无人问津了 想见妈妈一面 还是想跟她一起住 啊 啊 我也 见一面就行了呀 你不想跟她一起住吗 一起生活吗 想不想 想不想啊 她心里边其实肯定是想的 但是她没有那个 她没有那个 她跟我说 不敢 她跟我说过 然后她说 她们离家肯定不要她 然后她肯定不叫她 跟她一起生活 就想见一面就行 怕她了 她内心里边是觉得 妈妈不要她了 嗯 然后就是她有病 她妈不要她 就来见一面就行 因为缺少父母的关爱 君豪的性格内向而敏感 她将母亲离去的原因 归咎在自己身上 这种自责的心情 让她在打针时 不敢喊一声疼 在伤心时 不敢撒一句交 甚至对于妈妈 她都不敢奢望太多 只看一眼就好 她这个卑微的愿望 还能实现吗 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配同下 杨颖再次来到秦方的家里 进行沟通 然而异性人还未进门 就被秦方的公公拦了下来 你问题是她的孩子 又不是我的孩子 不 不是 突然你打过的习书 你要知道 你出了 你生生生生 没 你 过一个时间 你不得打一杀 过一个时间 又打一杀 打什么 打小 你知道 你生生生生生 你叫小瑞去出来 你过去 你过去 我家不得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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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不得你 那杀了杀了杀了 那出来 你把自己 你杀了杀了杀了 你别跟她支气 她只是个姑姑而已 您别跟她支气 她是真坏的人 她对象还是挺好的 她是真坏的人 老人依然极力反对儿媳去看望军航 政府工作人员只好将她劝开 并表示 待她冷静下来后 会单独做南方的思想工作 眼下形势不容乐观 秦方究竟还会不会出现呢 第二天上午 当地乡政府突然传来好消息 说秦方愿意露面了 眼前这个短发女人就是秦方 刚生完孩子没几个月 她的身材还有一些微胖 当年她到底为何要离家出早 此刻她又会答应 徐建均豪吗 就是为了一句玩笑的话 我就说了一句 她一过来就两个巴掌过来这样子 打了你 其实这个是在跟以往很平常的事情 也有的 也有的 后面你就是打完你之后才找到是吧 那天嘛 我就找了一个女国 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觉得我还是不放心 我还是回去了 我说那我小孩在这上面 我给她有点大喜 我说我回去去看一下 我刚刚上去的时候 她在那小孩就在那场上 那个小孩有点发烧了 我跟她为了一点感冒热 我拿着那个笔子 她一把子刹过来 给我踹了条件 她叫我鬼 她说你不鬼 你接下来我给你打死 你还需要走车子 我是那种情况下才走的 真的没有 没有人 没有人感冒 她打的时候没有人感冒 谁劝一下她打谁 只要走 秦方与杨辉经朋友介绍认识 两人一起生活了三年 对她来说 性格暴躁的杨辉 是她不堪回首的梦言 两人经常为琐事争执不休 温顺胆小的她 甚至会遭到殴打 虽然百般不舍年幼的孩子 但秦方觉得如果再不逃走 自己终会有性命之忧 她揣着借来的几百块钱 悄悄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我也不学会那个地方 那个你也不能怪她 你主要是 第一个对的地方 是没有一点恐惧 还这么感觉 是啊 我一想到那种 我白天想到我去做噩梦 我听她爸说 你们现在刚才挺好的 说跟你没有吵播一次架的时候 没有吵的 回到湖南老家之后 秦方与丈夫张云超 相识相恋 并结婚生子 如今儿女双全 张云超是一个老实的水泥工人 家境贫寒 但对妻子却是百依百顺 如获重生的秦方 感觉自己终于迎来了平凡的幸福 只是远方的君豪 依然是她午夜梦回时 那眼角的一滴青梅 这个是小孩现在穿了裤子了 对你看 有多高了 你站起来看比一下 你看她现在都到过哪儿了 她都已经到过了 这些年你是没在旁边 你不知道孩子吃了多少 你说一个正常的孩子 能变成一个 是人人都不敢看 那这个我也是没办法 对我知道你没办法 这是如果我们要都不管的话 这孩子肯定活不到今天 我知道你有家庭 我知道你有家庭 所以说这么多年 为啥上一次妥协好了 孩子病复发了 为啥没给你带过来 就因为考虑过你有家庭 肯定她没带你这个 肯定不 是不是 肯定没有那个 你们的经济来源也有限 我说我要去找你妈 你听孩子怎么说的 我要见见你 我生病了 我想你 我想你 我跑了这边 我再次就是再次来这边 就是为了医生跟我说 你不相信我现在可以 打医生的电话 你可以问吗 医生就是说他随时都可以走 然后就想聊了他这个心愿 到时间还是走了五千五万 你说到那边去 数以一万到一千五 也是不可能去的 也知道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就是说是我一个人的事 我这个孩子小孩 秦芳离开时 君豪走路都还不太稳当 六年过去 他的裤子都快骑姑姑的腰 秦芳看着君豪面容憔悴的样子 他摇摇头 又重重的叹了口气 泪流不止 神情里尽是无奈 血脉相连 他也想陪伴在生病的儿子身边 只是他还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女儿要喂养 出不了远门 那么他会去看君豪吗 两个孩子都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 他究竟该作何抉择 现在孩子在母乳喂养对吗 对 你要是说去那边那么远 你可能不方便的话 我们也理解你 但是我们也希望 这个事情 你不是看在他的面子上 是真的是作为一个母亲 你让这个孩子 能够见母亲最后一面 就是你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 作为母亲 亲方确实亏欠了君豪太多 但我们也理解 他在母乳喂养期间的种种不便 最后 双方一致同意 先与君豪视频见见面 还记得啊 记得啊 记得 开始啥都记得 离开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呢 奇葩了无数个日夜 君豪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妈妈 他在电话那段 怯怯地唤了一声 秦芳便哭泣不止 妈妈这边啊 刚把那个阿姨也说了啊 这边妈妈一个小妹妹 现在妈妈也哭不去啊 希望你能理解一下妈妈好不好 妈妈和爸爸那个时候 妈妈也是不得意你知道吗 妈妈那个时候也舍不得你 没办法你 妈妈那个脾气太差了 不管妈妈有没有在身边 妈妈也非常小 你知道吗 不管以后有没有 你不跟妈妈以后 你能不能过来啊 你就不要约 不要约上妈妈 知道吗 你不能约上妈妈 知道吗 還有桃子 ヽ ノ 5 laut 5 laut 将她挂了 你想杨莎 一定要别挂了 爸你都交不了电话了 你想要是 我要把电话打电话 电话电话 电话打电话 电话 你没手机过来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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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给你打电话 给你打电话 这来之不易的相聚 君豪想牢牢抓住 她久久不愿关掉视频 末了 就说想要一个手机 以后她就能与妈妈视频说话了 秦芳挂掉电话 快步走到了外面 她究竟去做什么呢 她也不过小孩给她打个电话 你就让她接一下好不好 我也没什么意见 对对对 因为小孩真的是无辜的 好吧 我想希望您作为这个父亲 也能理解一下小孩的心意好不好 你也是小孩说确实想跟妈妈通个电话什么的 你就让她接个电话吧 那我出去让她接她 那东西拿套 那你就协讯了 那我先回去了 对 有事情以后跟小孩就可以多联系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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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她给她儿子买了手机 买了还挺好的手机 不是吧 还是牌子的 还是牌子的呀 花了几百块吧应该是 九百块钱 九百块钱 现在是带着个礼物回去的话 心里边更心安的吧 面对小孩的话 如果带着个礼物回去 她肯定很高兴 很高兴 摆着个带子里 是秦芳花花费千元 给军航买的智能手机 她和丈夫的手头并不宽裕 这部手机 得花上张云超十天的功夫去干活 但是此刻 内心愧疚的秦芳 只想以自己的方式 去弥补她对军航的亏欠 丈夫张云超也表示 她尊重妻子的想法 以后 他们会和军航保持联系 等到方便时 再去医院看望 一场离别 千般寻找 万般思念 这是秦芳通往新生的开始 也是她与过去的一次和解 岁月宽容 唯愿她们母子 早日欢喜团圆 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漫长岁月里 君豪一个人和病魔抗争 坚强地让人心疼 对于母亲当年的突然离开 如今的再嫁生子 君豪表示自己不怪妈妈 也不奢望妈妈能够陪伴在身边 只要能够见一面 她就心满意足了 阔别数年 虽然她和妈妈的重逢 还隔着一层屏幕 但这一份母子亲情却千里相通 身为父母 秦芳和杨辉都对孩子亏欠的太多 我们理解秦芳想过上新生活的心情 但骨肉血脉永远不会断 她对君豪的责任也不能免除 幸运的是 在杨颖的努力之下 秦芳和现任丈夫都表示 会和君豪保持联系 在方便的时候 也会到医院里面去看望她 我们希望她能够言出必行 也希望爸爸杨辉能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给君豪一个温暖的家 欢迎回到由 断妈妈牛肉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 就给您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 《夫人恶交》 《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由断妈妈牛肉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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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9 принцип快乐 1日 Luther Luther сохран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